请不吝点 那个可柔什么时候走 您又来了 您能不能问点别的 这么长时间了 弄这么个人在府里住着 传出去不好听啊 前几天你文仪来看你大伯母 撞个正着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介绍 说起来咱们魏家也是 娘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 我要娶她 就算要娶 你也得跟我说明白了 她到底什么家事背景 绕来绕去 你想问的还是这个 我娶的是她这个人 我管她到底什么家事背景呢 不行 这事我绝不答应你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您不用操心了 你给我站住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她是个戏子 你什么身份哪 你要娶一个戏子 这事要传出去 你把我们魏家的脸往哪搁呀 天赵 还敢动手打架 谁先动的手啊 是她 她先骂我是婊子养的 可是丁叔 她 她 谁骂她 赵少爷 谁骂她 谁骂她 是她 少爷 我 把脸转过去 转过去 掌嘴 这 掌嘴 转过去 狠狠打 少爷 小的再也不敢了 饶了小的吧 以后府里 谁在骂这样的话 就这样办 是 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马车备好了吗 备好了 进来 进来 卫夫人 您请坐 你也坐呀 可柔小姐啊 你来了这么些日子 我也没跟你好好说说话 真是失礼 你不要见怪啊 卫夫人 您太客气了 是我打扰了 这话应该我跟您说才是 你是赵儿的朋友 应该的 家里事多 有什么照顾不到的地方 你别往心里去 哪里 卫夫人 您人真好 待人又和气 怪不得会有天赵 这么好的儿子呢 说起天赵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好不好的也没办法 外头都看着他挺好 可也有让我这当娘的 头疼的地方 每个当娘的 大概都会这样吧 为孩子有操不完的心 无论孩子多大 在娘眼里 都像个小孩子似的 可柔小姐啊 想必令尊令堂 也是这样吧 你既然是天赵的朋友 先来就帮我劝劝他 都这么大的人了 也该好好寻一门亲事了 我没别的要求 天赵到底是我们卫府 唯一的男孩子 这亲事嘛 制要紧的 得门当户对 按理说呢 儿子大了 好多事都有他自己的主意 我呢 不该管 也管不了 可唯独这亲事 我不能不管 这关系到我们卫府的 和名圣 关系到魏家的血脉 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礼呀 你应该能理解我这 当娘的一片苦心吧 可我就是担心哪 他这些年去了上海 万一认识了什么 不三不四的人 再把他给拐得坏了 那我这当娘的这一辈子 就算是白为他操心了 可柔小姐 我和你虽然接触不多 但我看得出来 你是个名士里的人 所以我今天冒昧地来找你 就是想求你帮我个忙 去劝劝天赵 好吗 魏夫人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您放心吧 我不会做让您为难的事 更不会让天赵 伤您的心 等今天晚上 天赵回来我就跟他说 但要这么长时间了 我也该回去了 你刚来我就跟你说了这么多 你别怪我 这么大一个家 我们母子走到这一步 不容易啊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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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乱留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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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回屋吧 中午就没吃饭了 都两顿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大小姐 你怎么坐这里啊 清儿 你是怎么伺候大小姐的 我看你这阵子越来越不笑话了 想丢了魂似的 还不快把大小姐请回屋去 小姐 这里风大 咱们回屋吧 一个大小姐 坐在门槛上成什么样子 这要让外人看见 说在府里没规矩 丁叔你别再说了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个样子 你要是真心疼小姐 你就别跟着大少爷闹 什么事都派给天夕干 还天天不给他留饭 你反了你 吵死了 大小姐 您还是回屋去吧 别吵了 我要在这儿等天夕 小姐 那我陪你等 你也走 我不用人陪 天夕 天夕 怎么 天夕赶的马车吗 回大小姐 我没看见他 我不是早跟你讲过了吗 府里没有这好人 只有一条野狗 对 现在这条野狗 正在咬我 上 我问你 你到底把天夕 支哪儿去了 我告诉你 卫府的天夕 在坟墓里 你 可儿 你看 喜欢吗 又给我买首饰 我的首饰已经够多了 来 你带上我看看 真好看 天长 你对我真好 以后我会永远记得 曾经有一个人 真心真意地喜欢我 对我好 静说傻话 什么曾经不曾经的 以后啊 我们永远都在一起 我会一直对你这么好 可儿 你怎么了 怎么不说话呢 是不是我做了什么 让你不高兴 不满意了 没有 我怎么会不满意呢 你对我这么好 我心里知道 我都知道 可是天长 你是府里唯一的少爷 你的婚事非同小可 不能儿戏 要是娶了一个门不当 户不对的人 丢的是你卫福的体面 我不想你为难 可柔 好端端的 说这些干什么 我的身份我知道 我配不上你们这样的 大户人家 你又说不出口 我想我还是走得好 你说你要走 我不是要离开你 只是结婚的事 不要再提了 这里 我也不能再住下去了 在镇上选个地方 住下来也好 回上海也行 够了 我辛辛苦苦做这些物 我为谁 我为什么 我为了谁 我就是为了让你开心 我为了让你高兴 我得到了什么 我得到是你现在亲口告诉我 告诉我你要走 天长 你收拾那些衣服 我就是要走是吗 好 好 我让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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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我让你走 你心里是有别人了是不是 有别人在等你 有别人在等你 他在等你 所以你才要走是不是 告诉我 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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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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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ks柔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该这么对你 我弄疼你了 是我疾疯了 是我弃婚了 我对 我对你那么好 可是 不不不不 你对我那么好 你对我那么好 你怎么可能离开我呢 可柔 你告诉我 你不会离开我是吗 那你为什么说要走 天招 你把我赎出来 我这一辈子跟着你了 只要你不嫌弃我 但是你不一定要娶我 只要让我跟着你 怎么样都行 不 我一定要娶你 天长 你听我说 你想想我的身份 如果说出去 你能抬得起头来吗 你们要回答应吗 我不说 你不说 有谁会知道你的身份 我可以不嫁给你 但我不愿意骗人 我不愿意装一辈子 大家小姐 难道你要骗你娘一辈子 好 我不骗人 我不骗人 我明天就去跟我娘说 她一定会答应我的 可柔 相信我 天长 何必要 何必呢 你娘想给你第一门好情事 不要让你出丑 让别人看你笑我 除了亲娘 谁会这么对你呢 我从小 我从小每天没娘 没有人真心真意地疼过 为我着想你 你娘这么为你着想 那是你的福气 你可千万别找他呢 我答应你 我不喝他呢 如果他真的对我好 他会答应我娶你 可柔 我告诉你 我绝不会放你走 除非你答应我 要不然我会一辈子守着你 看着你 如果有一天你一个人偷偷走了 我就去找你 找不到 我就永远也不回来 天朝可是 没什么可是 我要娶你 我一定要娶你 谁都拦不住 没错 我是大家族的少爷 在别人看来 我是那么风光 要什么有什么 可是仔细想想 我不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快乐 可柔 你不知道 小时候 我就知道我爹 是个没用的人 我不得不看着大伯 大伯母的脸色 为了讨他们的欢喜 我娘逼着我学这个学那个 我也努力想成为一个 有能力的体面的大少爷 可是有谁知道 可是有谁知道 我想要的是什么 我是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我都不愿意 这些话 我从来没对你说过 可是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可怜 我做了那么多自己不想做的 也做不好的事情 直到我遇见你 可柔 跟你在一起我没有什么压力 我知道你是那么信任我 那么依赖我 那么一心一意 你不管不顾地爱我 我知道 即使我不是什么大少爷 你也会一直对我好 是吗 我不走 我不走 天长 无论我受多少难堪 委屈 我都不走了 我要陪着你 我要一直陪着你 谁让你难堪委屈了 没有 说实话 没有 真的没有 你别瞎想 一定是我娘 她来找过你是吗 她跟你说了什么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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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长 是我自己胡思乱想 我知道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别问了好吗 好 我不问 可是为了不让你胡思乱想 我现在就去跟我娘说 让我们尽快成婚 让我们尽快成婚 天长 别 早晚要说的是你怕什么 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去 天长 别 再过几天 再过几天好吗 好啊 好啊 我不去了 我不去了 只要你不走 我做什么都行 好啊 丁叔 丁叔 来了来了 容小姐 这么晚了 您还没歇着 丁叔 我问你 你到底派天夕干什么去了 他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不是我派的 是大少爷派的 干什么去了 我也不知道 中午就没看见他了 干什么活要那么长时间啊 你快派人找找 别再出什么事了 哎呦 容小姐 这我可不敢 叫大少爷知道了 我为一个下人 闹这么大动静 我可难当不起 晴儿 还不快送容小姐 回房睡觉 丁叔 算了算了 再说也没有用 除非赵少爷发话 这可怎么办啊 一会儿我回去 麦小姐肯定得问我 可怎么说啊 你先劝劝他 叫他别担心 他人呢 丁叔说 他也不知道 是赵少爷派天夕出去的 不过你也别担心 他不会有事的 你去睡吧 小姐 你也睡吧 时候不早了 你也知道 我什么时候不早了 我听说 会不会有什么事了 你应该不是 你也知道 你没什么事了 你还不处想 我去睡觉 你们有什么事了 你不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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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来 你不处想 你不处想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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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芦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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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哪儿去了 芦荽 怎么现在才回来 我白天在酒厂干了一天活 晚上一回来 就叫我拉草料 拉草料要这么久吗 爹放开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眼巴巴地坐在大门口 等了你一天 晚上我又叫人到处去找你 你是想活活地把我挤死吗 我还以为 你又被卫天照打了 以为你干活 说 芦荽 我以为 你一定再也受不了 这样的苦日子 离开这儿 再也不回来了 芦荽 我 你知不知道 我快被自己的这些想法逼疯了 芦荽 只要你在这里 就是死我也会回来的 芦荽 芦荽 我是不是特别好笑 我总是这样胡思乱想的 可是 可是我真的怕 不怕有一天 你为无声无息地就这样消失 不愧的 我会一直在这里守着你 哪也不去 你 你 别哭 别哭 你又等这么凉 你 傻丫头 你在这里等多久了 不知道 我就是想再看你一眼 你的病还没好的 快回去吧 不 我要跟你再待一会儿 就一会儿 小姐心情不好 加上那天为了等天夕着了凉 本来就没太好全的病又加重了 这一回 我说什么也不敢再让她出门了 每天寸步不离地守着她 天照把天夕管得更严了 小姐和她难得见上一回面 小姐又气又闷 她的病 竟然拖拖拉拉了近一个月 也没好 文普少爷 小姐 文普少爷来看你了 进来吧 请坐 你的病好些了吗 好些了 给 看什么书呢 没看什么 随便翻翻 闷得很 一个人待在这个屋子里面这么久 是挺闷的 没病也得憋出病来 其实我早就想来看你了 只是我父亲朋友一家远道来看我们 我得替父亲 招呼他们家两位少爷 一直抽不开身 我今天呢 还是把他们丢给文奇才跑来的 文奇他还好吗 我也挺想他的 真羡慕他整天都是快快乐乐的样子 你也是个快乐的人啊 现在不是了 等你病好些了 我让母亲请你过去玩两天好不好 魏天照不会答应的 你不知道 现在这个家里什么事都得他统一才行 他简直就像条疯狗 连疯狗都不如 舒曼 我知道 你对天照不满 我也觉得他做事太过分了 可他毕竟是你的堂兄 他 你不该用这么难听的话骂他 这也太 太什么 太 你说呀 太粗鲁 粗鲁 你说这样的话就不怕我生气吗 我当然怕惹你生气了 可是 那你还教训我 我没有教训你的意思 我只是想说 如果别人伤害了你 你再用骂人的方式去回应他 岂不是降低了你自己的格调 那你长这么大就没骂过人 没有 从来都没有 从来都没有 好 那我以后不骂人了 起码不当着你的面骂人了 待在这个屋子里面是挺闷的 要不这样 从明天开始我天天过来看你 陪你说说话 你就爱说那些大道理 我又不爱听 偏偏你说得又是对的 我又没法反驳你 那样我的心情就更不好了 好 那我就不说话 我把话剧带过来 给你画幅像 难得你能这么静静地坐着 就是你以前说的油画 怎么样 好啊 那说好了 你以后得天天过来陪我 天天来 太太 少爷说 好些天没在饭中上瞧见您了 让我请您过去一块吃 是 这会儿她倒想起我这个娘来了 太太 你去告诉她 只要有那个女人在 我就不去 是 赵少爷 二太太说她不过来吃饭了 好 不来就不来吧 主妇厨房 做些清淡地送过去 是 好 我们先吃 哥 还是等等慢姐姐吧 不等了 我们先吃 可肉 来 多吃点 尝尝这个 你不用这样照顾我 我自己可以的 那怎么成 我现在得好好伺候你 可肉 多吃点 好 我问你 家里那么多下人 都不用干活了是不是 怎么什么活都交给天夕去做 舒曼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家里根本没有天夕这个名字 另外 你作为一个大小姐 家里下人谁该干什么 还轮不到你操心 快坐下吃饭 慢姐 谁定的规矩 家里人出去干活回来晚了 就不给留饭 我定的 可肉 多吃点 好 清儿 给我把饭菜多多地剥出来 送到我屋里去 不动是吧 舒曼 你住手 快住手 舒曼 见证 来 不 Carolina 我不会死 你住手 快住手 嘴− 快住嘴儿 你去哪儿 快住一楼 你来不去哪儿 快住手 快住手 你快走 那儿呢 你吃我 快坐 喝点水 一天三车柴 还得管马鹏 伟天照就是想活活累死你 没那么容易 明天我陪你一起去砍柴 他们不敢帮着你 我还怕他不成啊 你慢点吃 别噎着 不行 砍柴的事不是你干的 就算不砍柴 陪着你还不行 小姐 有什么话 明天再说吧 太爷累了一天了 先让他回去睡觉吧 小姐 一会儿丁叔该带人去寻夜了 看他没在马鹏 又是一堆事 先让他回去吧 天夕 明天我再去看你 小姐 你怎么了 你看现在天夕越来越 再这样下去 他真要变成个粗人了 说话也像 动作也像 还有他那双手 都是为天照害的 我真的恨死他了 我恨他身边所有的人 丁叔 婶子 还有什么可柔 你是那个可柔也是 跟谁不行 怎么就偏偏跟了魏天照 任意啊 我让厨房给你熬了点参汤 你趁热喝吧 任意 都这么些日子了 你就算是有再大的器 也该消了吧 还是搬回去住吧 我遇上事情都没有个商量的人 你也知道 招儿弄了个女人回来 硬说要娶她 我怎么劝都劝不住她 我真怕她要是真娶了那个 少爷 烦不烦开 这回有什么事 太太没说 就让你马上去 天照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你什么时候把那个女人送走 我也最后回答你一次 我不会送她走 我要娶她 你大了 别的事娘可以不管 可这是你的婚姻大事 但是你得听娘的 你不能娶她 为什么 为什么 我问你 她以前到底是干什么呢 怎么 说不出口了吧 连你自己也知道她配不上你 丢人哪 招儿 好了 你想听实话是吧 好 我告诉您实话 她是上海书役里的红牌官人 书役 官人 你是说她是个妓女 娘 我这都是做了什么你呀 我送你去上海干什么去了 让你去读书学做生意 你可倒好 你都学了些什么 武器八糟的东西呀 竟然还带一个妓女回家 您说话太难听了 您要再这样 我不跟您说了 好啊 招儿 娘疼了你一辈子 为你争了一辈子 为了你 娘连跟你爹的夫妻 情分都舍了 可到头来 你就是这么报答娘的 我招他去 我招他算账 娘 我就是大爷 要把这个打出去 停 要是 招儿 我救你这么一个儿子 我可不能看着他 把你给毁了 我要求他 他要什么娘都给 娘不能让你娶一个妓女呀 娘 不管您答不答应 这件事 我都决定了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您别忘了 这个家现在我在当 我想做的事 谁也拦不住 你为了那么个女人 跟娘这么说话 娘 我知道您是为我好 可是您不知道 我是可柔的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男人 他虽然在那种地方生活 可他绝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我不答应 我不答应 除非你不要娘 你必须答应 除非你不要儿子 您要是不答应 我马上带着可柔走 一辈子再也不会回来 赵儿 我说到做到 为了他 你不要娘 我 是您不要儿子 还有 可柔已经怀了我的孩子 孩子 是 所以我们必须尽快结婚 您再好好想想 您是同意我去可柔 还是让我走 由您决定 善儿 二太太终于答应了天照少爷 曹操给他办了婚事 就这样 我那儿时的玩伴 成了别人的丈夫 还即将成为一个孩子的父亲 年轻民 漣漪 曾經的誓言 遙遠的明天 愛與恨掙扎在我的心底 兩下無彩的甜蜜 怎會是苦澀結局 擦著淚微笑 忍著痛愛你 付出的心永遠守不回去 永遠珍惜 正義的愛上你 雖然分離你 任溫暖我回憶 永遠清醒 正義的愛上你 時間停在這裡 讓愛繼續 讓愛繼續 永遠清醒 正義的愛上你 如果有明天 明天你在哪裡 永遠清醒 正義的愛上你 時間停在這裡 時間停在這裡 讓愛繼續 永遠清醒 耳邊哪些呼喚 是不是你